镇创尔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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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演个会进入第二个节目 就是请张蕟女士助讲 请了 张蕟女士 他是野武大学的塑士 哥伦比亚大学的防卫学者 也是我们呼召基金会的理事 他主讲以后第二阶段 大家再进行简单的评议 第三阶段由叶宁律师做准备 大家好 我们今天聚在一起 是为了纪念 胡耀邦逝时26周 今年年底11月26日 中共将于这一天纪念胡耀邦 诞辰100周年 就是无论是纪念胡耀邦 逝世还是纪念胡耀邦 诞辰都不能不谈胡耀邦的政治遗产 也不能不谈胡耀邦的政治悲剧 而他的政治遗产和政治悲剧 对今天的中国是有极大的启示作用 当然关于这一点 我同意刚才北方讲的 我们对胡耀邦的客观评价不能overstatement 就说你想认为民主主义者 但是没有事实能够证明这个 那我们就很难这么去定义它 那我今天想讲的主要有三点 这三点都跟胡耀邦的政治和政治遗争的关系 那从这里头呢 我也是想要回答胡耀邦逝时来的问题 就是说要避免走一种老的路 如果走一种老的路的话 中国是没有希望的 那我想讲的三点就是 第一 反腐必须六亲不认 第二 不建立阳光政治 这个党是没有希望的 第三 意识形态 暴残守区 这个国家是没有希望的 那我现在就讲第一点 我讲的这三点 这些都跟胡耀邦他本人一些个人的经理 和他的一些政治主张是有关系的 所以涉及胡耀邦的一些具体的细节比较多 那在中共的反腐的历史上 胡耀邦留下了一个 曾经让当时的中共高层人心惊胆战的经典范例 这个例子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关于胡乔木的儿子 胡十一 八十年代的时候 他因为诈骗欺骗 而被公安挂了号 而在公安的请示报告送到了胡耀邦的面前 报告说 因为不能够进入首长驻地 而没有办法找到当事人 也无法取证 以致延误了这个案子 胡耀邦批示到 各级领导机关 已经协助公安领域办案 他们这些公安人员呢 就带着胡耀邦的批示进入中南海 中共办公厅安排了公安人员 趁胡乔木外出开会 搜查了他的家 在胡耀邦的房间里找出了十五万人民币 当即就把胡耀邦带走了 这个案子在中南海一时激起虔诚了 胡耀邦惹了一众中共原料 首先当然被惹闹的 有胡乔木有李星宁 他们认为胡耀邦反腐 中国中共反腐不能够留心不忍 胡耀邦 胡乔木对胡耀邦是极度不满 大发脾气 当着胡耀邦的面就问他 你为什么要抄我的家 为什么得逼我儿子 这个李先念呢 对胡耀邦印象原来还是不错 说这个人养的多阴的少 这次他也从这个事件里看到了一种很严重的威胁 所以他就对他的儿女说 胡耀邦这个人六亲不认 天不怕地不怕 你们以后要是不小心落到他的手里 我也没有办法 在陈云看来 这个案子就显示了法大义党 而是法是不能够大义党 不应该大义党的 他说胡乔木的儿子犯了火烦 理应通过党内来解决 而不应该让警察进入中南海 查找一个中央领导人的家 搞什么执行公务 这是来者不上 而在这个问题上 胡耀邦呢 实际上是充分实践了自个人的反腹里面 他就认为 反腹就应该从中央转起 就应该光明正大 铁面无私 宁可得罪一个人 也不可得罪十亿人 共产党绝不能鱼肉人民等等 结果呢 这个面对中共高层 这个保守派联盟 胡耀邦是落到个孤家管理 后来就是 这是他的一个原因 所以成为党内的权势集团 所不能够容忍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不建立阳光政治 这个党是没有希望的 刚才王军昌也提到了这个点 要建立尊重对手 尊重法律的规则 要建立政治得益的程序 这一点 在胡耀邦的政治悲剧里头 显得非常重要 那表面上我们都知道 胡耀邦死于心肌梗 但实际上 他是死于党内的黑暗政治 残酷斗争 无情打击 很多资料显示 在胡耀邦下台的问题上 邓小平是做了手脚 玩了手画 他对中央委员会 公开选出来的总书记 邓小平幕后抄纵红 和几位元老合计 把他搞下台 那李瑞有一句话 说得很准确 他说 胡耀邦是在某些人精心组织的 一场5月18日中 黯然告别政治舞台 根据这个张黎泉等人 胡耀邦传篇录 1986年的6月和8月 邓小平两次向胡耀邦直接表白 他要退下来 要全退 在中共十三大上全部退出 几个月以后 胡耀邦在政治局的会议上 就公开表达了 这个 邓小平的这种说法 他说 他赞成邓小平 带头退下 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兆头 只要小平同志退 别的老同志都退下 那我的总书记任期满了 也会退下来 让青年同志上来 但是胡耀邦讲完话以后 邓小平没有任何表示 神情很不高兴 事后他对万语说 为什么耀邦非要让我退 万语说可能是失言 邓小平说不是 他是要恕自己 而取代我 万语说 胡耀邦不是这种人 可是邓小平却不是这样想的 他认为胡耀邦要恕自己 自己倒是缺而代之 而磊落的胡耀邦 还以为国家主导人制度正面临巨大的改革 他非常高兴 那他的政治秘书 这次是胡耀邦在念环中 春秋2009年的一期上 登了一篇长文 谈到胡耀邦和我 台前台后的一次谈话 他说 他说当时胡耀邦告诉他 他是作为一个很好的消息告诉他 可是实际上胡耀邦那时候已经不知道 他丧失了十三大主持人事变动的主导权 那1986年的10月 中央在邓岛平的指示下 派了一个七人代表团 包括波玉波 杨尚昆 宋任雄 姚滴玲 王振 吴兴全 高阳等 这个七人代表小组 分逃到各个省市 去征求十三大中央人事安排的意见 特别是征求对胡耀邦的意见 胡耀邦全都不知道 七人小组后来到各个地方 征求的资料 这些收集的资料 在1986年10月30日的上 邓小平和李信念在陈云家中进行了讨论 这些事情胡耀邦也不知道 到那年的年底 1986年12月 胡耀邦去上海 听说李信念在上海 他要去看李信念 李信念当时很紧张 说你为什么来看我 胡耀邦说我就是到上海来 听说你要走 看看你 李信念一听才放下心来 他说 我同小平同志讨过 如果党内再搞斗争 我就不干了 胡耀邦后来才明白 关于整他的事情 关于整他的事情 李信念早就知道 反正这里还没有在乎 八六年底爆发的血运 正好邓小平就找到了最明正严肃的机会 十二月的 三十日 东洋宁的家中 胡耀邦 赵洋宁 李鹏 何东昌 胡耀邦 胡耀邦等人一块儿谈话 非常严厉地说 从中央到地方 在思想理论战线上 是软弱的 丧失了正义 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 是个放任的态度 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 猖狂的好 这些人之所以猖狂 因为党中央 里面有个保护厂 他的几次讲话 就是不点名 批评了胡耀邦 胡耀邦 胡耀邦经过思考以后 在八七年的一月二日 写了一封辞职书 又给了邓小平 四位邓小平在自己家里 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决定罢处胡耀邦 这时候胡耀邦也没有在场 他的秘书说 邓马明曾经对他说 你的问题接到哪里 就算哪里 让大家接 他说 你准觉得我妨碍你 你老想顺利你自己 后来这次的会议大家都知道 长达好几天 胡耀邦呢 他自个事后承认 他说有好几个想不到 想不到 生活会有突然袭击的办法 让人人免他 想不到邓小平发言 长达五个小时 要把他批倒批臭 想不到他几十年的挚友 号称桃源三结役的王赫寿 把他们两人私下的讲话 全部披露揭发出 更想不到的是 他的辞职报告送到中央后 有人趁机落井下石 对他进行诽谤 说他要当军委副主席 与邓小平当会等等 1987年1月16日 痛心疾首的胡耀邦 不得不正式提出 辞去了总书记 之后的日子 长达八个月的时间 胡耀邦是在极度郁闷的情况下度过的 他后来意识到 他的那些讲好的东西 被指责的东西 其实很多都是邓小平讲过的 他就专心阅读了 马安全的全集 做了一些笔记 你将他过去几年里头 自己讲过的 形成的文件 和讨论过的记录 数百万次都拿下来看一遍 然后发现 他这个字并没有什么错 没有错 而被迫认错 痛心疾首的胡耀邦 就是在这样一个新街 走向另一个世界 这样的黑暗政治 残酷斗争 无情打击 在中共党史上举不胜许 为这个黑暗政治 送命的中共高层领导 也举不胜论 不改变这个黑暗政治 这个党没有希望 关于第三点 意识形态 暴残首屈 这个国家没有希望 36年前 胡耀邦提出了实事求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他后来 他这个唯一标准 在他后来的改革开放中 起了极大的作用 今天 北京当今要想纪念胡耀邦 就是应当把这个标准 当中共执政的作用 但是 我们看到的是 在现实当中 是 如果 如果你和党中央唱 就是 不能保持高度离制 如果你有自己的意思 那你就会被批评 就是说 现在党的历史 是不能够反思的 党的错误 是不能批评的 如果你反思 你批评 那你就是要砸共产党的锅 你的背后 就有敌对势力渗透 当局的这种搞法 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 普遍恐怖 普遍恐惧的 政治愤怒 我们都知道 徐一平上台以来 一直在搞很辛苦的 救党运动 他如果真想救这个党 那么他就必须做到 反复必须六亲不认 在党内建立阳光正正 在党外放弃 暴残首缺的意识形态 我讲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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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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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言论自由的环境 而且胡耀邦 反对一党独裁 他是排除共产党 他在反对一党独裁 他主张共产党党充分的勘允 允许各种力量参政计政 包括民主强 他的态度一直包括对学生的运动 他的态度非常积极 那么我们知道在一个转型中间 一开始很多 后来能够在转型中担当民主转型领导任何的领导人 在转型初期 他的思想不一定是这样的 但是在随着历史阶段的发展 我个人观察 只要他反对政治迫害 他最终就会接受宪政民主的原则 我们可以说胡耀邦 特别在他摩纳密度 一直是想在共产党里引进宪政民主的规则 所以民主就是有选举 包括在制定的党员 在工作 共产党的生活准则等等 如果我们今天回复来看 都是相当民主的在党内 只要这些东西回来八九年后都被践踏了 所以我想在这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胡耀邦还能算是一个民主人士 尽管他是在一个历史转型中 还有很多的这种包袱和落印的 还有哪一类 还有哪一类 到前面来讲 我请谈一点问题 我叫李星 我是新党员 你到这儿 新党 我在这里讲就可以 我听到几位前辈的演讲 感觉到受益 赔钱 但我自己 其实我自己也是有自己的一些 对中国的民主各方面的一些认识 我刚才听到 关于这个胡耀邦先生 就是他 我很佩服他 他很勇敢 他感觉就是 挑战一些有权威的人 但是 我就想问一下 就是 包括胡耀邦 还有 我们六四 就是近代来说 胡耀邦先生 包括这个六四运动来说 他们实际上是失败了 他们的失败是和 我就想问他们的失败 是不是和没有军队是有关系的 因为 因为我们都知道 毛主席说过 什么枪杆子里头出政权 这是近期的 我发现这几次革命的失败 都是跟 我们这个革命者没有掌握军队是有很大的联系 这是近期 远期到三国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看到 汉宪帝他为什么失败 他这个魁蕾中心 因为他没有军队 军队想过在曹操的时候 所以 他没有他自己的 就是一些军队来保卫他 那么最后汉宪帝也是失败了 所以我现在就在想 就是现在我们这些 包括六四运动他失败 是不是就跟 这个军队的 就是说 会不会有一天 我们中国真的要翻天覆地的变化 是 必须要我们中国要有一位很开明的将军 就是 这位将军他 就像胡耀邦先生一样 就是他 他看得很远 然后呢 这位将军他带领他的军队 然后呢 才能掀起比较大的这种事情 那请张爱迪回答 或者是李季已经回答 回答一下 这个答案是非常清楚 你回答好了 就是说这个 成功于失败取决于枪杆的兵役 所以我们从 我们从 我们从 袁世凯 当时是 整个军队朝廷在他手里 最后的失败 跟着他接他班的段邱瑞 他是右正之手 名誉领袖 但是他最后的失败 蒋介石拥有绝对多数的国军 你老爸也是国民党上将 最后仍然以失败告终 所以有军队是他一个必要的条件 但是不是一个绝对的条件 谢谢 我觉得你回答得很好 但是我想 这个问题是一个 你打我干的什么人坏 他打外 他不给你 那个小伙子也跟你讲 这是两个不同的层面的讨论 一个讨论是说 一个技术和战术方面的问题 我要争取民主 我怎么样获得成功 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一个方法的选择 用军队 这些问题就是方法之一 他不是绝对和唯一的 这是我想从战术上来讲 本身也不是绝对和唯一的 因为很多的也有和平也变过来的 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 更多的是和平也没有 因为那种犧牲流血少 台湾 还有其他一些地区 和国家 他们从一个专制转型过来的时候 并没有流血的 台湾最典型的道路 最典型的清楚的概念 所以军事政变 用军队来解决 目标的问题 只是手段之一 这是我刚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 作为一个民主党长 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来讲 首先不是考虑军队的问题 我是觉得 最终来讲 如果一个军队 能够把前面的政策推翻掉 那么另外的军队 也可以把你现在的民主制度推翻掉 所以最终来讲 所以我们这边建立一个 在人形当中 在社会当中 在文化当中 能够建立一个民主的制度 尊重法律 尊重宪政 通过合法的方法 通过宪政的方法 通过选派的方法 改变政府 这就是我们要走的道路 和前进 我说一个心愿性的 二十大战后 在转型政治 和民主转型研究中 这二十大战前 一般叫考虑军 二十大战之后 实际上绝大多数转型 都是不是靠军队 只要军队承诺 不开枪镇压人民 转型就成功了 不需要军队去直接推翻 那是罗马尼亚 这是比较极端的 那么二十大战前 军队去推翻一个旧政权 是有效的 但是军队很容易建立一些新威权 就是它建立的制度 不是个民主制度 那个靠枪杆子上来的人 极少数人能具有 在像英国呀 美国呀 这样的一些国家 他会把政权交给人民 多数就建立一个自己的新统治 他可以叫民主 叫自由 所以有人调侃说 袁世凯之所以失败 不在于他用军权建立新奖人 而在于他要叫皇帝 他要叫总书记 我想问张安美女是个问题 我这非常感到奇怪的 就是最近在大陆也有纪念赵紫阳 胡耀邦呢 那么按道理说他当局应该说 不是否定赵紫阳 全面否定和胡耀邦 为什么于世文现在还被关在牢里 就是当局对民间纪念赵紫阳胡耀邦 是对他的内容感到害怕呢 还是说会有这么一面旗帜 就是说起来会拒绝一些人 会转变一种结果 就我非常想好奇地想问 就是你们怎么看待 国内那些纪念胡耀邦 赵紫阳的这样的一些行为 他们背后究竟能说明什么 于世文夫妇两人被关起来的事 他现在还没示范 他们俩主要是纪念赵紫阳 在赵紫阳的家乡 他们搞了一个小型的纪念活动 那对于赵紫阳和对于胡耀邦 官方的口径现在还是不一样的 胡耀邦的事是2007年年底 这个2007年年底 当时是胡锦涛在当当权的时候 就已经公开的搞纪念活动了 当时的主持人是曾庆红 胡锦涛没有出来 但是从那以后 对胡耀邦的各种各样的纪念文章就很多 有的就相当的尖锐的一些纪念文章 也都能出来了 但是对于赵紫阳的问题 一直到今年 可能是这几个月 就是4月5号的时候 才多少有点放开 因为关于胡耀邦 就是赵紫阳的家属已经说了 中共已经找他们商量 就是决定了 同意赵紫阳的骨灰和梁国琪 就和他的太太俩合葬 但具体葬在哪 咱们现在大家都不知道 这是他家属讲的 就是说这个情况在过去二十多 他是2005年去世 到现在今天是正好十年 所以十年里头一直就没有消息 那您预测余世文会不会很快被释放 余世文的问题 那你再想一想 高瑜的问题 再想一想 库志强的问题 他们两个问题 跟余世文的多少 有点类似 类似在什么地方呢 他们被逮进去了以后 然后给了公布了各种各种各样的罪 但是到现在 就是一拖再拖 没有进入司法证据 就是说实际上 这是一个烫手山芋在官方手 他要想判刑 这个事情就会变得 对他们来说更严重 因为官方英里觉得更糟糕 但是他呢 现在又说不好如何处理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一个信号 如果高瑜和瑜伽 这个事情可以得到解决 尤其是人世文的事情 也就是能够得到解决 或者反之毅然 如果有个小词 如果有小词 他就能够得到解决 他这个问题很清楚 已经审判了 高瑜的问题已经审判了 那就等到六位份 判了 判了 已经审判了 你这是说 没判 判了 他很清楚 他这个东西 他们就是要判 硬判的 只是说呢 他最后的结果就是 就是我的分析 判一 判一放人 判了放人 就这么回事 他就等了一年 他等到六位份 一年以後就是判定款,一年,然後就放假,然後找一個別的理由。 之後我們會隨意聊,其實習近平的路線,除了黨內的結構變化以外, 習近平的路線,對你評價一下,其實沒有很大意義。 習近平認為,其實沒有胡溫,沒有鄧小平的路線,或者沒有胡溫的鄧小平路線, 實際上一個樣,原來是九頭,或者九部常委來治理中國, 那麼現在就是我一個人來治理中國。 什麼樣的手段和過去,它沒有新的,完全都一樣。 你說搞鎮壓知識分子,秘異分子,那劉曉波的時候誰鎮壓的? 那還是胡耀邦,不知道,胡智濤時代嘛,對不對? 所以他們採取的方法,他現在採取方法和過去的方法, 沒有太大的區別,只是有一點區別,人的期待有區別。 所以我期待習近平上台的時候,是走向民主的。 那現在習近平沒有往那方向走,還在抓人, 所以習近平好像要新計算,這是第一點,一個區別。 那麼第二個區別,這是實質性區別。 習近平就是說,把其他的黨內的其他人都把它打掉, 我要鐵完,我一個人的專制,或九個人專制, 這對我們來講,意義。 九龍支持。 對,九龍支持也好,一人專制,九人專制,沒有意義。 就是我對新權主義者,我就補充一下,這個張佛術的這個話。 關於說的劉曉波這個事,我記得你們過去也跟你說過, 在胡錦濤之下,劉曉波被判十二年,對吧? 十一年,十一年。 你拿這個來說明,習近平呢,也許呢,也沒有比他更壞。 但是,另外兩個人的例子,有可能後蓋。 伊里哈姆,胡錦濤之下,把伊里哈姆給起來。 後來發現呢,沒發現任何事,把他又放了,沒有判刑,這是一。 結果呢,到了習近平的之下,伊里哈姆被判得無期徒刑,非常嚴重。 全部財產被沒收,還有一個,就是這個,徐志勇。 徐志勇在這個,胡錦濤之下,被逮起來,說他賬目不清。 結果呢,關了幾個,賬目去弄了弄,最後把他的公門關閉,人放出來。 沒有任何司法判,審判。 但是,在習近平之下,這個,徐志勇被判了四年,對吧? 所以,我的這個想法就是,假如劉曉波不是在胡錦濤之下被判, 而是在習近平之下被判,有可能更長。 有可能十五年,有可能二十年。 因為習近平比胡錦濤很多。 對,可能可能是這樣,但是這是一個技術上的問題,還是技術上的問題? 技術上的問題,我也想知道,技術上的問題是說, 它有一個時事和時代和時間的需求和需要。 對於這個共產黨內部來講,如果是九龍治水也好,還是一人治水也好, 還是一個人當皇帝在做好,其實區別真的是在紙上面不大, 我是真是一個訣論的心理。 但是,細節上來講,你可以拿這樣的來去分析, 其實我可以拿出其他的反正面,其他的政治材料來講。 它只是說,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 我們為什麼現在還在反共,換句話,我們要有意思。 它就是,你剛才講的一點非常重要, 它是沒有陽光正確,它是黑向著眼。 你不知道這個時候為什麼要判他十年? 我這個時候,我為什麼要放假? 實際上是根據他時代,根據實際情況需要。 那麼,你舉的那個伊勒哈姆案子說明, 實際上因為中國的少數民眾獲得的叫做新疆問題, 變得極為的嚴厲。 所以,這個時候,他要採取最強的方法去治他。 至於,胡錦濤時代也好,還是習近平時代也好, 但只要他是共產黨一黨專政。 我都不在乎習近平和胡錦濤有什麼區別。 他採取的方法手段,基本上都是沒有區別的。 矛頭現在,從矛,六十年來七十年來, 其實,這個時候誰是被抓了,誰是被放了, 有他的偶然的因素,還有實戰的需求。 但是,總而來自來講,我同意你最後講話, 他是沒有陽光正確,你根本不知道的。 但是外面來講,我們自己給了一個決定, 對不起,我耽誤了時間。 胡錦濤,胡錦濤沒有人收下新極權, 但習近平收下新極權。 那是因為九人和幾個人的區別。 所以還是有新極權。 所以,張國術評論一下。 好,我就補充兩句啊。 一位下面還有這個大學士,還要講。 我少補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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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不要幫助啊,到底是個區別。 我想補充吧,你剛才已經講了一句。 就是,在中共官方那裡的話呢, 這個胡召是有區別的。 胡嘛,這個,在官方的口徑裡邊, 一直沒有作為一個徹底否定的。 他直到這個去世之前, 他還是中國中央政治局委。 開過最早會。 給他開的正式最早會,對他可以評價還很帥。 那麼他過去的那些被黨所整治的那些事情, 在最早會裡沒有提議。 而是從正面的話呢,對他做了很多肯定。 這個當然從黨國的角度來講, 這個完全可以理解。 因為他呢,沒有是作為犯了重大錯誤, 最後受到黨的處理。 不是,他最後下來的話,至少名義上, 也是他自己主動辭職的。 儘管實際上他是被整下來的。 這是一個情況。 而趙紫陽就完全不同。 趙紫陽最後是分內黨。 對不對? 一起分內黨。 那你已經是成為講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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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對,你分此而來。 我現在這個那種分內黨太可笑。 我是分外外,我怎麼分內自黨呢? 他後來也不提了。 他後來不提歸不提, 但當時他就是這樣提的。 他最後也沒說不對,我跟袁瀆說錯。 從來從政治結論來代替法律結論。 Yes, yes,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呢, 那麼在國內我們這些朋友, 在紀念趙紫陽還是紀念胡耀邦, 兩個人之間。 官方在這個打壓的尺度上也是有區別的。 對趙紫陽的這個紀念的話, 當然到現在為著打壓的仍然很強。 很嚴厲。 因為紀念趙紫陽在他們看來, 你這是故意實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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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這個補充一下, 你話就出到這兒了。 國內民間紀念胡趙, 實際上共產黨認為是一股潛流。 這股潛流是幹什麼呢? 你們要平法六四。 這麼個事兒。 對不對? 那麼至於黨內現在就是紀念什麼胡耀邦。 主要是什麼呢? 就是過去中共這個領袖啊, 毛澤東之後呢, 殺人太多。 比如劉少奇, 壞事幹的太多。 是吧? 胡耀邦上台以後呢, 毛澤東幹的壞事, 胡耀邦給他平反了。 他有一種, 相對來說, 共產黨裏面有一種清明、慈善。 好像在象徵的一種人道的這麼一種形象。 胡耀邦就是這塊招牌。 這個叫什麼? 叫那個形權難言人。 要比那個毛澤東中的要好。 人民呢, 那個域民呢, 也能接受他。 中共宣押胡耀邦, 他是起到這麼個作用。 至於真正要搞民主的人, 那是心裡很清楚。 對吧? 胡耀邦實際上跟現在要搞民主的人, 實際上根本就沒有什麼關係。 胡耀邦最多是共產黨裏面, 因為他很早就參加共產黨。 他讀的書都是在共產黨這個學校裏面 讀了一些理想主義的書。 他沒有共產黨裏面學的那麼壞。 他是有一個, 有共產主義早期理想的這麼一種, 帶有帶有一種個人良知的這麼一種共產黨。 他沒幹太多的壞事。 就這點區別。 OK。 還有10分鐘評議第二間段, 拿一幣發言。 我說一句話吧。 其實于士文和他們悼念趙紫陽的經過, 是跟河南官方商訪後是同意的。 所以這是他們第二次。 第一次沒有抓。 第二次呢, 開始也沒有抓。 後來是形勢的急劇變化, 讓共產黨產生了一個, 絕對有一個需要抓。 那麼我知道的情況就是說呢, 國內說的, 我這個沒法驗食啊, 但是這是我的朋友, 也是長年受壓, 或者說呢, 說許志勇會放。 這個誰呢? 這個高瑜也會放。 這些到時候都在一個時候會放。 但是共產黨放人, 抓人都是, 比如要決定抓北風, 不會, 決定抓就抓你。 是等一個時候, 抓就抓。 然後最大部分抓人效率, 放人也吃。 你看, 習近平9月份來之前, 看共產黨放誰, 他一定會放幾個人。 那一位, 劉璐先發言。 我問你的說兩句話。 第一呢, 剛才那個, 近平先生說, 好像是, 近平先生說了, 說那個高瑜人家, 可能派議員或者放行, 然後報告給他。 我覺得不肯定不大。 那我覺得不肯定不大。 為什麼呢? 因為, 根據中國的法律, 如果是判寡刑, 那一定有一個前提, 就是你要認罪。 我們知道現在高瑜, 高瑜他是不認罪的。 第二呢, 就是他的那個罪名, 定的是洩露國家經濟的罪。 那個罪名於構成就是十年。 那個施濤, 就這個罪, 判十年。 所以不可能判命。 那麼, 但是我也不覺得, 這個高瑜一定不會放出來。 也有可能, 有可能根據形勢的發展, 根據這個罪, 這個罪, 這個罪就收集了這個配奈。 那麼, 然後那個, 王學山跟那個習近平, 他要到美國來。 那麼, 瞬間就送個人情。 並且, 我知道高瑜其實對習近平是有功的。 因為前一段時間, 海外有一些人放謠, 說這個喜家也做了, 也貪污受賄, 也有經濟問題。 是高瑜給他澄清了, 沒有什麼事。 這件事喜家是知道的。 所以我覺得, 高瑜有可能放出來。 他, 非定是, 比如, 判案一年, 判案一年, 判案一年。 如果他有其他的罪名, 有可能是, 造言的那個模式。 比如說, 他在海外亂上號, 說你山洞江湖, 國家用權, 或者怎麼樣, 被你弄了三年, 或者弄了一年, 然後, 你也到期了, 關案一年差不多了。 這種可能是有事。 還有一個鐵劉, 判案一年, 緩刑兩年。 造反, 不小心, 不是罪名。 所以, 這種可能性, 要是一種多, 罰了罪人。 不讓他說話。 那, 給你們再講一下。 我們回頭看一下, 就是江澤民之後, 國溫開始, 當局有沒有提前放過什麼? 沒有。 所以, 所以, 如果那個時候到現在, 一個都還沒有放過的話, 憑什麼推測, 習近平就會提前放這些出來? 特別是, 習近平現在黨內, 例說, 跟曾慶紅還鬥了一鍋中式的時候, 他沒有樹立絕對的權威之前, 他怎麼可能對外釋放出這種混亂的信號? 另外一個, 他如果要調整這方面政策的話, 最近其實有一個很顯著的, 可以作為觀察的一個例子, 就是五名女權活動人士, 他們到今天為止, 應該是剛好第37天。 當然, 前兩天的消息說, 他們自己的公安部門, 曾請檢察院, 批准逮捕。 這個事情, 可比過往的案例, 可能更明確。 為什麼? 包括克林頓, 包括昨天, 克里, 我說的克林頓是西安里克林頓, 他們不明確做出過呼籲, 要求中國政府釋放這幾個人。 包括白宮也做出過類似的呼籲,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執政者本來有這個批准逮捕的機會, 就可以剛好把這個案子終止掉, 給社會釋放一個良性信號, 但是沒有。 那憑什麼推測, 再過幾個月就會有這種猜測。 我們反感中國的一些政治評論, 就是說, 永遠做一種毫無預計的推測。 所以在這一點上來講, 我還是希望大家就說殘酷的這一面, 多看一點, 還是善良的, 虛假的, 虛幻的希望, 少一點, 可能更確的時機。 好,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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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